字幕君 阿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A啦 我是Sheron Sheron 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冬天到了 觀眾朋友一定常常有很多人喜歡睡懶覺 睡懶覺 然後跑不起來 講到睡懶覺地很嗨 對 我超級愛睡懶覺 然後常常就是因為睡懶覺起來 然後要上班啊 或者是要跟男朋友約會啊 就是來不及化妝 那怎麼辦 我們女生一定要化妝的啊 沒有化妝這個樣子出門是能見人嗎 對 好 如果你真的太愛睡懶覺 然後起不來的時候呢 你就只要留五分鐘的時間 讓你自己不要出去嚇到人的妝容 今天就來教你們 我以為睡懶覺起不來要看醫生 哈哈哈哈哈哈 你也不開心 對 對啦 那現在給你計時五分鐘 對 那如果等一下你五分鐘沒有幫我化完 那個可以出門的妝容的話對不對 那可能是你化妝太 因為我最近才做完鼻子而已 我鼻子很多分泌物 很多鼻子 我等一下再挖一挖 割在你臉上 好噁喔 那我們計時開始 好 那我們來挑戰 那我們要開始上一個前導精華液 最快的時間內可以上到一個保養品 讓皮膚可以吸收保養 喔 好舒服喔 這個味道 很香 很清新 聞起來很舒服 雖然叫了那個感覺都起來了 好 上完保養品之後 再來就是我們要還是記得要妝前隔離 不然化妝品直接 化在臉上還是有點 傷皮膚對不對 對 還是會傷皮膚 我以前化妝的時候都不擦 不擦那個割離霜的 所以化妝品都吃在臉上 然後就有一陣子都是色素沉澱的 皮膚很差的 對 超級差 而且妝好像比較不持久對不對 對阿 像我剛上的這個是控油的 我現在都故意一直跟你聊天 讓你等下 讓你等下 對 等下超過五分鐘 就要吃我的鼻子 好噁 好 妝前上完之後再來就是 前陣子有流行很多款就是 美白霜 它可以取代粉底液 讓你的皮膚整個提亮 那麼厲害 對啊 那邊買得到 小生美日啊或是什麼 86小鋪啊什麼的都有 對 現在很多牌子都有出 它還有一個名字叫做素顏霜 喔 所以素顏霜是 在隔離之後再擦的是不是 對 它也算是一種化妝品 那如果擦素顏霜要不要卸妝 嗯 我跟你說很多產品都有說主打 它就是素顏霜不用卸妝 但是還是卸一下 它還是有化學成分啊 因為如果不卸會很容易長粉刺啊 痘痘啊 對 然後你就是把 這個素顏美白霜 然後大概推勻 讓它讓臉比較那麼暗沉這樣 我那個鼻子剛做而已喔 不太用力了 你給我小力一點 好 好 頭低一點 我們先提亮它的膚色 就不會感覺出去很 就是嚇到人了 就有蠟黃這樣 閉起來要眼窩也要記得 好 再來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唇 你一定要上一點顏色的唇 然後這時候已經沒有時間用刷具 你就手 按壓的 這樣子讓嘴唇上有顏色 基本上整個臉就會有氣色 你看這樣它就很有氣色 明一下 好 再來就是 眉毛不可以讓它太淡 嗯 你就是準備三色的這種眉粉 三色眉粉 然後把它的眉毛加深一點的顏色 你就這樣嚕一嚕 讓它不要這麼淡 氣色就會好很多 好 再來就是 很重要的腮紅 有氣色的顏色 這種粉粉的顏色 上一點 因為我臉上有一塊胎劑 然後 我有辦法在這短短的五分鐘內把它遮好 當然可以 就是你最 你最介意的部位 我最介意的地方就是我臉上這一塊胎劑 顏色真的滿深的 來這邊有調色牌 直接用手 你剩兩分鐘喔 先用深一點的顏色把它的胎劑都蓋住 再換另外一隻手 找一個適合它的膚色 然後把它按進去 然後最後 乾一層粉 調和一下它的顏色 好 像這些 這些瑕疵啊 你就用手這樣帶過 我就出去 反正就是不要太明顯 嚇到人這樣就好 喔 好像變得非常有氣色欸 還有多久喔 1分15秒 好 所以我們來定妝 就是讓臉 剛剛做的一些美白霜啊 可以讓它定在皮膚裡面 上一層蜜粉 喔 所以擦美白霜之後 就不用再擦任何的粉底了 對 它就是提亮你的膚色 因為已經來不及了 沒有時間讓你在那邊 搗搗啊 口拔 再來就是看你想要真的 你可能真的覺得你的臉很大 你就修容 修一下是不是 對 有些人真的很介意臉 就是非常 欸 那眼睛的部分怎麼辦 眼線來不及了對不對 你可以上一點點眼窩 讓眼睛比較有深 對 這應該是屬於我 才可以這樣做吧 因為有些女生的五官太平了 眼睛真的沒有去畫 那個眼線真的是不行 要多久啦 剩26秒 好 要26秒 最後說眼窩齁 眼窩這樣子 上一點顏色 用指附上就好了 好 這樣出門應該就不會嚇到人了 我這樣有穿成功嗎 我不是很滿意啊 為什麼 你還是要是 你現在很故意的 剩多腳 已經大了 等一下 這樣我算成功嗎 關掉 我不管 我就是成功了 好啦好啦 給你勉強 勉強而過 還可以啦 緊張死我了 你知道要畫這種快速 這樣對我來說很難 對啊 但是這樣這個樣子出門 真的是比剛剛 完全素顏的時候 然後還要好很多 好 Sharon 今年的妝完成了 我過關了 妳吃不到我的鼻子了 跟妳聞一下 那妳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個場景不一樣呢 對 這裡是哪裡啊 妳知道為什麼 我們要換場景嗎 因為我們節目太火紅了 然後直接被燒掉 真的 真的 因為我們本來預定 就是上次要拍攝節目 那就是延後再延後 然後我說為什麼 結果 公司就說什麼 原本的棚燒掉 我那時候也是嚇到 對 我覺得 天啊 怎麼會這樣 今天太紅了 對 太紅了 紅到被燒掉 真的很高興 感謝卡士達創業加油站 提供我們這個優美的環境 讓我們可以拍我們的美妝節目 真的是太感謝他們了 那我們明星小Mega 下週見 拜拜